我是你的教练 杨诚大臣 市井赛今天落下尾部 中国队最终获得一金一银 很难受的就是混双雅思组合 距离他的第四款一步之遥 输给了韩国组合徐承载和柴佑定 其实雅思组合发挥的及格了 但是对方发挥的更好 我觉得韩国的这一对混双 他们更顺一筹 他们值得这么进来 但这次我又见过有史以来 近十年我认为最差的满蛋决战 这两个人在场上默默唧唧 磨磨蹭蹭 如果这个蓝丹打成这个样子 那干嘛叫蓝丹呢 叫铝丹出案了 真的两个两话我实在受不了 但是也得恭喜 每个新王的战胜困扰武特 也确实了不起 哎呀他一百多分钟 反正我是看得上去 我看得巨困 我不知道你们困不困啊 目前整个羽伤 羽霜来说陈凡 他们就是最稳定最输出的 他们的时代还会走好几点 因为陈凡他们都很年轻 在铝双这个项目只要参赛 他们一定是对于冠军最有利的冲击者 而且这次也是他们的第40世锦赛的冠军 哇 世锦赛那四次真不如 铝丹还是安行的天下 还没开始比赛的时候我就说过 安行现在这个打法真的厉害 而且有点不一样 因为现在都是追求铝丹子来信玩打法 对吧 但是安行就安行就大拉掉 然后给你磨对吧 尽量的少算错 然后用这个顽强的意志品质 和超强的体力储备 然后给你拼吃到 但是打进攻的马林 碰到安行 我说实话 马林都没什么办法 因为马林攻不死了 安行就大拉掉了 你拼不死我 你都是你的犯罪 对吧 然后安行最终获得比赛成立 我不喜欢这种打法 但是不得不说它是有效的 而且文具世界第一 最后一场 是安行 这是最精彩的比赛 徐晨在韩国的小空间真不错 他蓝双冠军 然后蓝双也获得冠军 两项冠军的双打选手 韩国一直是输双打人才 反正这一次中国队 可能有些没本人好 比如说蓝丹 蓝双 包括铝丹 但是其实他们已经用了权力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 继续给他们加油 因为马上我们还有中国公安赛 在中国长洲 我会去 到时候要去中国公安赛的 我们到时候赛场 碰一碰拍拍照 交个朋友 我也希望世界雨连 也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这是四季赛 这五场比赛 是我看球这么多年以来 我认为体验最差的一次四季赛决赛 真的打得不好看 唯一的一场就最后一场 蓝双刺激 快速猛烈一点 我都看不惯 你让那些从来不打球 对羽毛球没有什么兴趣的 看到这场比赛 他们更会觉得无聊 所以羽毛球的发展 还需要更好的赛制 还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才 能够加入到羽毛行业 我也希望我们有机会 捧面九月份的中国公安赛队江苏 又或者是在我的学院 武汉迪新学国际 我希望我们通过羽毛球 有一个很好的相处 感受羽毛快乐 好生活 新的一天 强无敌